作詞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十十個科報新聞 聽見全世界 全世界 牛舅吧 新闻 股市 产业趋势 掌握理财脉动 大家一局发发发 欢迎收听财经一路发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台股有点涨不太动 这个连续两天出现盘整的行情 今天加卷股价指数又出现了小开高 但是小走低的情况 还好是盘整 并没有出现回档 应该讲是高档的震荡 今天加卷股价指数开盘是涨5点 收盘是跌了1.57点 几乎是收在平盘 不过全天的坡动幅度非常的小 涨点 这个坡动的空间 这个指数空间很小 今天高点是10,135点 低点是10,082点 所以全日的坡动空间只有53点而已 反倒是资金触涌到中小型股票去 我们先前一直跟听众朋友讲 这种抢钱的红包行情 资金行情 可以讲说是热钱行情 一定会去找中小型股票 他不会去找大型股票 因为大型股票比较难超 中小型股票容易拉抬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贵买指数 继续往上走高 今天是涨了1.01点 涨幅是0.75% 贵买指数今天收在135.62点 再创了波段的反弹新高 而且成交量非常的大 昨天贵买的成交量在479亿 今天的成交量达到481亿 连续两天的成交量都接近500亿左右 这个量能是非常的大 这个非常可以讲说很热 人气会去会脆的地方 所以说贵买指数 有时候涨起来是涨翻天 跌起来是跌翻天 这一波的特色 就是走一些中小型股票 那今天旗指是开低走低的 那今天开低41点 收盘跌5点 是尾盘盘中有拉上来 一度突破平盘 今天成交口数只有9万7000口 最近期货市场比较冷 台子期上了1万点之后 开始成交量变小 今天收在1080点 那三大法人的操作 今天外资跟昨天正好相反 昨天是买现货 但是期货是减码 但是今天是买期货 但现货减码 这外资又在跟你打迷中拳 有一点让你摸不着边际的感觉 那详细的股市行情 等一下跟听众朋友再来报告 那今天重要的经济数据 是来自于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第一 今天公布了1月份的外贸数据 是由于预期的 那出口成长14% 进口成长3% 另外的消息传出来 就是川普准备要延长 这个贸易战休兵再60天 我们先年跟听众朋友讲说 3月2号 如期把这个关税提高到25%的几率 很低很低了 因为提高到25% 基本上就代表双方扯破脸了 就没得谈了 会打得更厉害了 那我相信不至于到这样的田地 所以说我们先前的预期 就是说有可能会在 延60天到90天 果然今天消息传出来 川普准备在延60天 那延60天 我觉得最终达成贸易协定的地点 在哪里 在日本的大阪 因为先前讲说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3月中 川普邀请习近平到 佛罗里达的海湖三庄去会谈 两个人洽谈最终的协议 我觉得这可能性很低 因为这个习近平应该不至于 笨到说自己去自投罗网 用中捉鳖 到川普有主场优势的地方去 那5月份 因为原本两个人就要在大阪 G20的峰会会面 所以说仿效上一次12月 阿根廷G20的峰会 两个人在会外的会面 在第三地 双方都没有主场优势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样可能性比较高 所以说5月的时间点 应该会是达成贸易战最终协议的时间点 但所谓的最终协议 应该也是一个阶段性协议 中美贸易战两国的竞争 恐怕不会是只有一纸协议能搞定的 好 今天我们第一段 除了一些重要的国际讯息 财经的焦点以外 我们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来谈一下 Money前月宽2月号的精彩内容 首先我们要来谈的是 如何用4%法提早退休 讲到退休 大家都很想象 这个空间很大 对不对 想说我什么时候才可以退休 但是退休要有钱 不然的话恐怕你是无法 过一个好的退休生活 就算你真的能退休 但口袋没钱 你怎么过日子 对不对 所以说什么叫4%的退休法 什么4%的法则 我们今天要来请教Money前月 刊的副总编辑张国连 在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有直播 所以听众朋友上我们698官网 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 国连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张国连是已经有退休过一次了 对不对 中场休息 不是退休 中场休息 你那个休息一年也蛮久的时间 两年半又是8 一天 两年半又18天 哇这个也是算是修了一个很长很长的中场休息了 对不对 这个主要做一些人生步伐的调整 对呀 可见张国连是口袋有钱的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不然不会现在还在努力工作 您客气了 其实张国连蛮会理财投资的 他有他自己理财投资 不过这一期的前约看有写到一个威廉班根 对不对 对 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学者 对 他在1994年提出了一个理论 就是叫做所谓4%的提早退休法则 对 因为他主要分析 长达75年的一个股市跟退休的一个案例 他发现就是只要你在退休的第一年 从你准备好的退休金当中 你领不超过4.2%的金额当生活费的话 之后你每年依照通货膨胀率稍微调整一下下 但是记得不要超过4.2%的话 那么你的退休金到你去上天堂的那一天 你都花不完 等于说你在退休的这一段生活当中 你就不用担心没有钱生活 为什么会是4.2%呢 这是他经过概算的 那这个4%的一个法则呢 又称为安全提领域 这是他经过那个75年的一个观察 跟一些退休案例他去概算出来的 那这个意思呢 因为我们知道坊间其实大家因为关心退休的议题嘛 都想到说自己的退休生活怎么办 所以有很多的建议方法理论啊 那这个4%法则呢 其实他是准备退休金里面的其中一个理论跟方法 那这个方法是简单来讲就是你必须先辛苦在前面 透过前面一段时间的累积一笔资金之后 再利用适当的一个理财工具 然后呢开始有效率的去累积你的资金 然后每年只提不到4%的一个金额来做退休生活 这边举个例子哦 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算退休金很难算对不对 到底要多少才够 那这个4%法则呢 他给你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就是说假设你一个月是需要5万块的生活费 那一年是不是60万 60万你去乘上25倍 那大概就得到1500万 这1500万呢就是你大概预估 你退休后需要的资金 那这个1500万呢 你算出来之后呢 你就知道说 如果现在开始你要准备这1500万 你要怎么准备 把它当成你的第一桶金 然后就开始滚 这是他的逻辑 那这个案例呢 这个4%法则其实国外有很多人在执行 然后我们也找到两个案例是在国内执行的 一个就是那个我们这一次的访谈案例是 李亚文夫妻 然后另外一个案例是 我们先前有一个叫Winnie夫妻 这两个夫妻他们都执行这个法则 那我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说 这两对夫妻 其实他们都不是那种很有 就是家里很有钱的夫妻 他们都是出生就跟我们一样 就是一般普通的家庭 甚至有人是家里也不是很好 那他们也可能一开始就跟大家想说 我就是念书然后工作 然后工作然后就开始就是上班嘛 对 但是呢因为他们后来在上班过程当中发现说 难道我一定要这样每天朝九晚五 然后每天辛辛苦苦 然后就这样一直工作到65岁吗 那好像有点可怜 那是他们夫妻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有时候工作是一种幸福 对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要那一分钱去工作 你可能会觉得很辛苦 可是如果你工作是因为兴趣 那可能就不会那么辛苦 就是你人生把工作放在什么位阶了 对 如果说你今天只是因为不得已 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而去工作 而这个工作你又很讨厌 又很不高兴去的 对 或是没兴趣的 那你应该会过得蛮痛苦的 是 可是如果说你很热爱这份工作 然后他同时又能赚到钱 那应该是很棒的事情 对啊 然后我先谈一下其中一对一个夫妻 那个李尔安夫妻 这个夫妻 这个太太呢 他其实后来有出一本书叫做 我用菜市场理财法 从月光族变成富妈妈 那他本身就是 当然他跟老公他一起工作 然后后来老公去了中国 那他反正他就经历过一些 事故导致成负债 然后他就痛定思痛 他想说他一定要从负债中爬起来 然后就开始研究 然后后来他就发现 还好他老公会赚钱 所以他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从记录收资开始 强迫自己哦 一定要把老公的收入的七成存下来 哇 对 他花了十一年财富自由 但是呢 他说过他前几年的省钱过程当中 所以他没有工作 他是靠老公一个人上班 对但是他们还有生小孩 OK 老公七成的薪水全部被saving下来 被储蓄下来 对还好他老公 哇那他们日子过得很节约啊 对他说过他前几年后来 因为他本来他记账之后 他发现他一年可能家里的整个总开支 大概是两百多万 然后呢他就开始找里面可以快速减肥的地方 比如说可能你要包红包啦 或者是化妆品啊包包之类的 他就开始省省省省省省 然后开始就是有计划从最大项去省下来 然后他有说他发现他 有一段时间好像过得 他的形容说比禽兽还不如 他就觉得 譬如他举个例子就是说他女儿生日 有这么严重吗 他女儿生日 然后他就带他女儿去买生日礼物 就站在那个两块钱人民币的地方 叫他女儿去选那种塑胶类的那种玩具当生日礼物 他是很不忍心 但是他告诉自己因为他要财富自由 他有个目标坚定 所以他就告诉自己说一定要这样做 他就把头转开来让他女儿去选 可是到了某一段时间他发现这样不行 这样太苦了 所以后来他有抓出就是 他们家到底一年多少的开支可以过得稍微OK 不要过得那么惨 就他就抓出来大概是104万 所以从原本200万的开支减到104万 就是说砍对半 是所以这个是要下很大的决心 而且要先生也愿意配合 当然小孩子就听妈妈的话 他就这样努力省 省下来之后当然他后来也利用一些投资工具 譬如说股票啦 还有房地产啦 他抓到机会 所以他快速的增值 然后后来他老公的公司 因为那个也被裁员不见了 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财富自由了 先生根本不怕没工作 所以变成说他是苦在前面 这是第一个案例 那他们总共存了多少钱下来呢 他现在说他至少有几千万吧 五千万有吧 五千万啊 五千万那他跟这个4%的法则有什么关系 我举个例子来讲 当他有这第一桶金之后呢 他就开始做资产配置 他本身是透过房地产的出租 再加上股票的收益 然后他就让他的整个投资组合的配置 可能譬如说年化报酬率有8%或者是10% 至少要超过4%嘛 然后他每年就是 假设他的报酬率有8%或10%好了 甚至只要5%就可以了 然后他就每年从里面只要提领4%的金额 他资产就一直在滚一直在滚 等于说用利息来过日子 就用投报率来过日子 假设说他有五千万的资产 这五千万的资产 我们讲说他全部拿来做投资好了 那一年如果他是5%的报酬率的话 就是250万嘛 那他提领4%是200万嘛 所以他可以多存50万下来 那这50万呢 等到比如说投资市场有重大的事件 他就再加码 再把他那个那个什么经济母养大 当然可能我们的亲众朋友会觉得说 那他因为他有五千万 可是要记得他曾经是负债哦 所以他是靠着省吃减幼 先努力的转出一桶金之后 再透过理财工具 然后呢刚好我想里面 当然有一些机会他抓到了 所以他把他的资金快速的滚大 所以他可以在他11年之后 重复再变成财富自由 然后呢他先生就算公司结束了 没有工作他也不担心 所以人家是先苦在前面 然后才有后面这段的 所谓财富自由的一个机会 这是第一个案例 而且花了11年的时间也不算短 对不算短 所谓的存期花山 这11年的日子是挺苦的 他真的做到存期花山 那我想这个是每个人的选择 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觉得日子就是每天要过得很开心 我就是要花钱 那有可能你就是也愿意 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到65岁 那这是你个人选择 可是这个李雅雯这一对夫妇 他们选择是先苦那11年 然后抓住机会让财富倍增 然后自己现在是财富自由 所以现在要报工作是看他高兴 这是第一个案例 那另外案例呢是一个威尼夫妻 那这个威尼夫妻后来他们因为这样子 也是这样做 然后他出了一本书叫不上班也有钱 那我要讲的是他本身就是他们是花了八年的时间 八年的时间呢 同样的他们也是什么 存期花山 对 譬如说他私下给老外嘛 他就说他们的婚礼就是只是去登记一下 然后老公带他去爬一座山 就是蜜月旅行 他不宴客也不拍那些很花钱的照片 这是一个 另外譬如说 那时候在国外呢 他们本来有一个小房子 后来他们决定这样子存钱之后 他们就把房子卖了 然后搬去那种大学区 租给学生的地方 那房租就变得比较便宜啊 然后都很客难啊 然后其实他先生的公司的很多人也收入都不错 就会觉得说他们怎么样过这种穷日子 然后觉得他先生亏待他 可是因为他们夫妻有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说几年之后他们可以不用工作了 所以呢他们就甘之如頤 就这样子 然后也花了七年的时间 之后他们也就是譬如透过0050啊这种投资 然后让自己可以不工作也有收入这样子 那问题是他们不工作现在在干嘛呢 他们的这种生活其实还是要安排的 是 譬如说当然他先生自己有在做YouTuber 或者是做那个网站之类 这四方面也是增加收入 另外就是研究投资 还有他们夫妻两会去国外 譬如说去墨西哥待一个多月 两个月然后在那边生活 然后学东西 听起来蛮浪漫的 对啊可是你要知道他过前面那七年啊 是过得非常简约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这个四八法则 他的第一个要件 也是我们要跟亲众朋友分享的就是 第一个关键数字就是4% 4%呢就是你要先算出你需要多少退休金 那这个可以用你现在就是自己的生活的花费状况去概算出来 譬如说像我个人我就觉得我大概四万五左右 大概就OK了 所以张国磊你大概也要存到一千五百万以上 所以我有算过还可以还可以 努力一点努力一点 那我意思说这个四八法则第一个你就是要先算出你大概需要多少 然后呢你开始去把你的那个身上的资产哦 做一个评估 你大概还要有多少的缺口 然后呢开始 要买就是把你的收入给开创出来 要买就是像他们一样 至少你要把你每个月的收入五成存下来 然后你先把它存下来 剩下来再来安排你的花费 那有些你就知道说自己要哪边比较节俭一点 OK 你现在一个月存大概你的收入是多少 我把我那个房贷也放进来 一起算的话我大概存一半以上 一半以上 因为我生活很简单啊 OK那你怎么样估出来 那你未来一个月生活只要四万五呢 因为我每个月有记账啊 OK 所以我每个月 那你也算通膨吗 未来的物价可能不是现在的物价 是 所以我才会算到四万五啊 其实我现在每个月总体发花费哦 包括各种的不到三万五啊 OK 那其实算是也不能算也不能算是刻骨自己 但也不能算是很奢侈的生活了 对就是简约 我觉得如果你要把自己过得很苦 像他这位李亚文夫妻 他说他们一开始因为大力的那个节俭 有点过头 觉得自己的生活过得好悲惨啊 那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没办法持久 所以各位可以去概算出怎么样的生活 你觉得还可以 然后但是也不会太太花费 然后可以存下一半以上的的一个收入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做法 要动动脑 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他们的案例只是因为他们根据他们的生活 然后去做安排 当然中间一直在调整 不过这是一种很理想的计算方式了 因为投资市场的变化非常的大 每一年五趴不见得今年有 今年有五趴不见得明年有五趴 所以我才说年化啊 但是如果你找了工具 比较是稳健型的话 通常就算遇到股市的大跌 或在市的一个修正喔 它的损失不会像你压单一国家那么的大 然后只要你一拉长之后其实还好 而且我相信你每年的提领的过程 你会根据状况嘛 譬如说本来今年如果赚多一点 也许你会提多一点点 但是你不要提太多 如果今年整个获利状况不太好 也许你就提少一点点 然后再把之前赚的拿来做补贴 就可以了 其实这都是动态调整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条件在那边就是4% 这是第一个关键数字 算出来之后 那么你就开始想 你要怎么样去累积到这第一桶金 我想人生有这个目标之后 你不管是工作或生活 你就会 还有你的收入跟开始 你就会很有目标性的去做调整 OK好 所以有一个观念很重要了 就是说你到底要准备多少退休金 对不对 那很多人都是凭空猜测 或凭空想象 我可能要1500万 我可能要2000万 我可能要3000万 这都很没有根据的 所以张国联提出了一个 所谓4%法则 这4%法则呢 是由麻省理工学院院长 这个学者 威廉班根 他在1994年所提出来 所谓4%法则是这样 就是说 你的退休金这一缸子前 每一年从中间提出来 不要超过4.2 就大概就4%左右 那你怎么去回推呢 你就25年的余命去回推 对不对 他基本上是这个概念 就是你只要乘以25就好了 对啊 就25年的余命 比如说你60岁退休 25年余命就85岁 65岁退休到90岁 85岁90岁可以了啦 差不多一般人 现在大概是这样子了 或者说如果你觉得 你想你可能会活更久 你自己可以乘30 当然你要准备的就更多了 当然了 如果你要乘30的话 你就是假设像张国联 一年60万的话 就是要1800万 差不多啦 15001800 对啊 1500到1800是一个可以退休的金额 跟数字 对不对 对 好 那 那我们要过奢侈一点生活就没办法了 那比如说我今天 是没有办法啊 你就要努力存啊 存更多 嗯 OK 好 这个是4%法则 有两个实际的案例 对 那我想请问你 在他们存钱的同时也要投资吗 还是说我先把钱存到满之后再去投资呢 这个我觉得是个人的选择 像这个李亚文夫妇来讲他们是开始有累积一小笔资金之后 他们就开始做投资 是边存边投资 那像威尼夫妻他可能就是他先存到那一桶金之后 他才开始做投资 但是在做投资之前他也是有研究的 而且像以威尼夫妻来讲 因为他们夫妻俩不是财经背景的 所以他们选择的就是被动式的一个指数 ETF做投资 那像李亚文夫妇来讲 因为这个太太她就是一直在研究投资 所以他可能有买个股 那又买ETF 又有去买不动产 做房子出租 所以他是比较多元的 那我觉得这个工具一样 就是说你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能力 跟你的研究的结果去做安排 重点是因为你是一个长期的 你一定不可以冒太大风险 OK好 这个风险性要把它摆在利润的考量之前 对不对 先想风险 不过5%现在全世界这么低的环境下面 其实 其实也有一定的一定的难度 这个当然就慎选工具很重要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谈上小亭 看见二十岁的我和他 一座吊桥 完整五十岁的青春梦 走遍千山万水 还是碧潭最美 碧波白 二九一三 一三三三 生老病死 挫折与苦难 欲望与执着 是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人生课题 唯有智慧力量 能让我们越活越自在 新经生活禅 关心自在 新经十二讲 有声书 揭露自news98 今晚亮晶晶节目当中的 秦父生活禅单元 由佛学大师陈秦副主讲 主持人因乃经提问 将新经从历史的起源 架构及内容 分成十二个主题 带您循序渐进 熟悉佛法的脉络 更加了解其中的精髓 与修行法药 新经生活禅 关心自在 新经十二讲 有声书 一套六片CD装 及导灵书一本 news98电台贩售 每套499元 订购洽询专线 02-8369-2698 8369-2698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Money前月刊的副总编辑张国联 国联刚提到了一个所谓的 4%法则 这个4%法则就是怎么样 让你定出一个退休金的目标 讲白话一点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比如说 你预估你的退休之后的余命 还有25年到30年 你就乘以25到30 把你一年要花的钱 先把它算出来 大概估计一下 比如说我个人觉得 我可能需要100万 那我25年我需要2500万 30年我需要3000万 就2500万到3000万 就是我准备的一笔退休金 那至于说这笔退休金要怎么花用 每一年提领不要超过4% 对不对 这样你到那一天的时候 大概就可以全部花光光 假设你都不投资的话 假设你有投资的话 有一定的报酬 年化算3%4%5%都好 总之你还会剩下来一些 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只是说 你要怎么样可以维持一个年化 3%4%5%的报酬率 到底要选什么工具呢 这可能是很多人的疑问 对不对 那怎么做到 因为现在目前的定存利率才1% 放定存大家安稳 但问题是4%减1% 我还少3% 那我怎么样可以去补足这3%呢 我们先来谈一下 现在市场上可以运用的工具 先以基金来讲好了 基金来讲的话 现在配息的工具有什么 有高收益债券基金 有新市场债券基金 然后呢有所谓的投资等级债 包括政府工债的基金 然后还有就是高股息基金 那还有所谓什么全球多重资产这一种的 好那这些商品来讲 我们如果从拉长来看的话 其实这些商品当中可以达到年化报酬率5%左右 然后波动性又比较低的 当然你追求越高的年化报酬率 或者是配息率 你承受的那个风险就要越高嘛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觉得像环球债券的基金 全球的全球型的债券基金 投资等级的 或者是全球的那个高股息股票基金 这一种的都是比较适合的标的 当然如果说 你现在比较年轻比较积极一点 而且你已经有一桶金的话 我们会觉得也许你可以选择稍微基金 像全球股票型基金这一种的 它是比全球高股息的股票型基金 波动性还要高一点 但是它的那个资本增长的速度 也会比较快一点 所以这个是你可以考虑的 那怎么配置呢 我们会建议就是 你的那个债券型基金投资等级的部分 像政府公债或者是投资等级的公司债这一种的 大概在你的核心配置里面要2到3成左右 它是一个防御性 而且它可以有稳定的配息 配息大概从2%到4%不等 这是一个 那另外呢 如果说你是比较基金 你可以加全球股票型基金 如果是比较保守一点 用全球的所谓高股息股票型基金 那当然你如果觉得都很麻烦 我就是不要什么股票啊 债券这种 我就加一个全球多重资产型的基金 这种基金呢 大家可以去找那种 期间比较长的 它真的表现比较相对稳定的 来当成你一个投资的标的 这个是基金部分 当然有些投资人会觉得说 我不相信基金技能的操作 那你就买被动式的 被动式的话 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005 0056这一种的 还有如果你有能力投资国外的 有一些ETF也都不错 像全球股票型的ETF 或全球再建型的ETF 那这个东西呢 都是投资人可以考虑的 所以其实是有工具的 而且我们要求是年花报酬率5% 不是要求年花报酬率到10%到10% 所以这个波动性相对比较低 那我们也有去做看到一些实证研究结果 就算在重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修正当中 像这类型的 它的修正都比较少 对 所以它回来的几率会比较高 那我觉得因为我们做退休金的一个长期投资资产配置 第一个要先把风险考虑进去 对不对 在想你的报酬 那风险考虑进去就是波动性要相对比较低 这个考虑进去之后 因为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本金在那边 你的金鸡母不动 它也生出来的小金鸡就是你的花费 那这小金鸡的花费的话 它只要稳定 连花下来都可以给你4到5%的话 那你就是每年固定有这些 而且你的本金都不在都不动 所以这样子你才可以怎么样 到你上天堂的那一天 你都不担心没钱啊 好 这个没钱是一个 大家都会怀怒而已 所以说 国内提出了一个所谓4%法则 让我们听众朋友参考 那另外今年的股市看起来有机会了 因为年初到现在持续的往上走高 新型市场指数从去年12月的低点反弹上来 但MSI新型市场指数已经谈了有一成左右了 那台股你看这一波 加年股价指数最低9319点 谈到这最近这几天最高点的 1万0100大概230点附近 其实谈生的幅度大概也将近有一成 将近有一成 所以说平均来讲大概有10%的上涨 所以看起来 看起来这个新型市场又活过来了 对不对 那今年今年可以把一些钱放到新型市场里面去吗 因为你刚刚一直讲说全球 很多人都觉得全球太大范畴了 我买一点新型市场比较刺激一点 我们会建议新型市场部分当作卫星的配置 因为毕竟新型市场它的波动性是比较大的 它的波动性比较大 结果我们会觉得它不应该列为你的核心配置 因为波动性太大你要承担风险比较多 你要看到新型市场好的时候 它可以涨很多 但它跌的时候可能跌个三四成 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那至于阮拉哥提到说 今年是不是可以把一些钱放到新型市场 其实我还是比较保守一点 我觉得如果你要放新型市场的话 你最好是定期定额的方式 当然我们知道 今年的一些市场情况是 可能比去年好一点 第一个是什么 美元强势的部分 好像是到顶了 再强可能不会像去年那么强 虽然它不至于一下子弱很多 可是只要美元它不是那么的强 对新型市场就是一个好消息 另外中美贸易战部分 看起来好像会有稍微往好的方向走 那只要不要比以前还糟 市场就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一个 那当然再来就是说 当你美元不再那么强 然后中美贸易战的情况 又没有像以前那么糟 资金它就会找比较便宜的地方 那虽然说新市场或者是高收益债 或者是像中国 它大概从去年底 今年初以来一直谈谈 现在大概就已经说了10%左右 可是相对其他市场也是比较便宜 所以资金会进来 这是为什么也会有 现在像资产管理业者 他们在推新市场的原因 甚至推中国的原因 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现在全球主要国家的经济成长率 是趋缓的 这个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会 或者是OECD 都已经发出这样的一个提醒了 所以各位看到资本市场这么的活泼 可能不要忘记 其实全球经济增长是在减缓的 那这样情况是要告诉你说 有可能这样这一波上来 它还是会休息 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会一直谈上去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逢低接一点 可以的 就是定期定额 或者是你就是 它只要一个比较明显修正就在接 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把钱扎进去 好 那今年可能是一个颇震荡的行情 那个抗震必备美债跟中国债 这个也是你们这一期的专题 对 为什么要中国债呢 中国大陆的债券 为什么是一个抗震必备呢 这个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中国债券市场呢 各位可能会觉得说好奇怪 也不是常见到他们有什么债务 什么危机啊 什么什么地方债 企业在爆雷啊 对 但是我说中国债是中国政府债 跟类政府债 我们中国政府发行的公债 这是一种 另外一个什么 他们三大行 中国有三大行 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三大行呢 是中国政府支持的 他们发行的债券呢 也是信用非常的好 几乎是国家等级 一个是什么呢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发行的债券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跟中国进出口银行 所以呢 现在台湾买得到的 中国债券基金存的 当地的 不是所谓的什么人民币债券 是在海外发行的 是中国当地发行的债券呢 都是以中国国家的政府债 跟类政府债为主 是 那这些这些债性平等呢 他是类国 他是等于国家级的 再来呢 因为中国一直在 是一个降息的州区 虽然他有在收缩资金 可是他为了 刺激他的经济景气 也怕他的那些 国内的一些资金比较请教 紧俏一点 虽然他一方面在 去干岗 一方面他也在放 这个降息 或者是放松一些 一些政策 所以他的利息呢 相对像美国是升息的周期 欧元区可能在 今年底 他也可能慢慢会开始 升息的情况下 中国他其实还在 一个降息的周期 所以呢 他的债券市场 是一个多头的市场 OK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 再来说中国政府 除非你相信他会倒 就像说 你买美国政府公带 是因为你认为 美国政府不会倒 那既然 西方世界国家最强的是 美国 东方世界 现在看起来是中国 那这两个国家发行的 政府公债 或者是类政府公债 我们会觉得 它是一个投资标的 相对稳 其实这期的 Money前约 他有做一个 美中公债市场的概况 我觉得这个表还不错 可以提供我们 听众朋友参考 第一个就 就信用平等来看 美国政府公债是三个A 那另外中国的国债 中国政策金融债的 平等是A plus 都是投资等级 这都投资等级 那市场规模 大概美国比较大 15兆美金 那中国大陆是 29兆人民币 中国大陆的 整个债军市场 大概是全球第三大了 但是这边只有是 政府债跟政策金融债 部分就已经 29兆人民币了 OK 这个29兆人民币 讲的是中国国债 跟中国政策金融债 这两块 这两块而已 29兆大概也将近5兆美金 差不多也将近5兆美金 4兆多 所以也不小 你刚刚讲说 美国政府公债是15兆 中国大陆的 这两个债市加起来 就已经差不多4兆多了 那另外殖利率区间 美国政府公债是2.4到2.9 这应该讲的是10年期到30年期 那中国大陆是3到3.5 所以利率相对高一些 那至于说年化配息期间 美国是2.3到2.7 中国大陆是2.8到3.1 所以年化配息也相对高一些 所以说中国大陆的债券 是可以买的 只是你要相信 他不会违约而已 对 如果你相信中国政府不会到 他不会违约的话 那我们先讲中国债呢 还是想先讲美国政府公债 都可以啊 你先讲美债好了 好我先讲美债好了 那大家都知道 美国政府公债是全球最安全的标题 被当做是什么 无风险的金融商品 其实它有一点点风险啦 但是它基本上相对于 其他的金融工具都被当成是 没有风险的 那我们刚主持人也提到了 政府不要关门就好了 对 他关门应该还是没事啊 30几天都没事 最新川普讲啦 川普讲说他也不希望看到政府关门 他也说相信大家也不太希望 在看到政府关门啦 对对 所以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前一天美股 美股涨对不对 周三美股涨涨就这个消息嘛 是所以在成熟国家里面哦 因为美国政府公债的规模最大 然后他的信品也很好 另外就是他相对欧洲跟日本 他的殖利率最高 殖利率你可以当做是预期的投资报酬率 所以如果在成熟市场里面你要挑一个政府公债来当抗政的核心配备的话 当然是首挑美国政府公债 这个是无庸置疑的 那以台湾投资人的角度 目前在台湾有两档基金是投资美国政府公债的基金 那有八档ETF是投资美国政府公债的ETF 所以其实是有选择的 你可以把这两档基金跟八档ETF告诉大家 这两档基金呢 第一档是富兰克林坦伯顿全球投资系列的美国政府基金 那第二档呢 就是MFS的全盛美国政府债券基金 这是投资美国政府公债 那八档的ETF呢 跟大家报告一下 其实就是像有一到三年期 七到十年期跟二十年期上 分别是由富邦 云大跟那个国泰还有群益他们发行的ETF 那ETF就直接在盘面买了 对直接就在盘面买了 其实像我们台湾很多受险机构 都是买这些美债的ETF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觉得说它是如果投资人 他对美国政府是有信心的 而且想要就是怕市场波动太大的话 那是可以买这些美国政府公债的ETF或基金 那八档ETF 你推荐哪一档呢 就是说你比较认为说应该买什么年期的呢 一般我会建议人家买的是二十年期以上 因为这样的话你的那个配息率会高一点 可是呢因为年期越长波动性会稍微大一点 所以如果你像我这样子就是希望能够 配息率高一点的话 那就可以买二十年期上 可是如果你觉得你还是怕它波动性太高的话 因为在二十年期以上的那个波动率的话 是接近股票了 是接近股票了 那你可以买七到十年期的 那相对的你的配息率可能稍微低一点 比如说我们举例一个 元大美在二十年的ETF 它的代号是00679B 今天它的价位 是38块六毛六上下 我现在马上key给大家看 那今天的价位最高到38.72 最低呢是38.6 那均价是38.67 今天收盘就收平盘了 是收在38.66 成交一千两百一十六张 算是成交量还不小 流动性还算OK 它也是全台湾最大的美在ETF 但这个这一档我有追踪 就是分享一下它的区间 它最近曾经到了 破了36块大概35块多 最高曾经接近40块 对对没错 就去年去年11月的时候 它最低到35块多 像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在36块附近左右 如果我想低接我会在那边接 好张国怜的经验 我个人的经验 这档ETF可以在36块附近接接 对根据它的那个走势来讲 如果我想要分批买的话 如果我不是透过什么定期定额 买ETF的这样的机制的话 那我自己会在36块左右 那附近开始慢慢接 那如果我要稍微有一点点获利 想要就是调节一下的话 我会在接近40块 39块以上40块左右 我做个调节 但是呢就是当成一个核心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我们讲超过时间太多了 旅行不是因为有钱 而是不想老来后回 太空旅行社精心设计 葡萄牙 纽西兰 奥匈杰 俄罗斯 加拿大 兼具品质品牌品味的深度旅游 太空旅行社 02-2717-2788 或上网搜寻 51764 我要去尝试 你喜欢广播吗 对呀 我爱死声音了 你会关心正在发生的新闻吗 是的 我每天都要收听国家大事哦 你喜欢和人聊天吗 我喜欢和不同背景 各行各业的人交流学习 那么请你描述一下自己的个性 我觉得我是一个热情积极的人 朋友还说我很机灵 反应很快呢 我来担任这份 如果你拥有以上特质 并有一年以上广告业务相关经验 酒吧新闻台 欢迎您加入A1行列 洽询请播 8369-2698 8369-2698 转行销业务部 或上酒吧新闻台官网查询 爱让视野无限宽广 得恩堂与夫举晶片 谈东送暖工艺配金活动 用爱与关怀 陪伴弱势朋友 看见世界 看见希望 得恩 感恩 报恩 得恩堂眼镜 与你看好每一天 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 请语及注意事项 卫部一期书一字 第013583号 吉北诗卫期广字 第108-010-236号 我爱的是酒吧 酒吧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谈到了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投资工具 就是美债的ETF 对不对 还有两档刚才张国人讲的美债的基金 那这两档基金它的报酬率怎么样 其实比较比较弱一点因为我们说过政府公债嘛对不对他的他的投资率本来就比这一大好我记得我曾经跑过他的技巧大概都2%左右 年化2%对 就比定层好一点不是很高 所以你比较推荐ETF就是 不能这样讲因为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 好不过张国人刚刚讲到那个元大美债20年的ETF这个00679B这一档其实他的pattern很明显就跌到三十五六块的时候就是买点涨到四十块附近就是卖点然后刚刚张国人讲说一年会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对等于说半年就会有一次波这个来回的波动那你这样也不错啊10%一次10%两次就20%了对啊而且就是你耐心等待好这个蛮不错的那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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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蛮适合退休组的蛮适合不想要每天盯盘然后蛮适合可能没办法动炉脱兔的那种投资而且你刚刚讲的说他那个波动还那个报酬率其实跟他的配息是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对他是资本资本利的所以你可以像元大美在20年这档他们最近一次的年化配息是2.68他还有配2.68利息给你对啊OK所以我是觉得说你可以有一你可以hold一个把它当成一个核心池配备嘛嗯然后呢 你可能就是在他36块以下左右附近开始慢慢接他可能涨到39块以上你可以调节部分可是呢你又可以享有他每一季的配息那这个操作呢就看个人的喜欢我是从他成立以来到目前大概看一年大概有一到两次机会是可以有这个10%左右的一个资本政治空间哎不错哎他成立是2017年1月17号成立他的配息他配息是季配息对每季配息然后最近一次的年化配息率是2.68利息 不是配2.68利息年化就是说一年四季的话他总共配2.68利息对不对好那今年而至今以来已经配息几次呢总共有配了六次好就2017年应该是配他一开始本来是年配后来开始年配后来就是因为其他同业发行都是继配然后受险公司也要求要继配所以他们就改型变成继配OK好所以蛮多其实蛮多外资跟受险公司去买这个ETF对啊其实不只元大 美债的美债的美债像其他同业的他们国家对我们不是帮元大推荐的还有富邦也有20年美债的ETF国泰也有国泰也有对对富邦是代号是00696B国泰的代号是00687B听众朋友可以这个key一下自己把他们的线图调出来看一下去抓住他的那个区间的一个一个一个走势好那配息率目前看起来是元大美债20年是最好 对不起是国泰20年美债最好国泰20年的美债是2.79元大是2.68那富邦的是1.14富邦怎么输人家这么多那个有时候可能是跟他们的成立的时间或者说他们的配息的政策有关这可能要仔细再了解一下但是但是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重点如果他的配息率同样的一个譬如说20年人家会比配息率嘛 如果他的配息率没有调上来的话那他在市场的交易的量就会变得比较低OK好所以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就对了你的意思是这样子配息率好一点交易率交易量就高高一点因为大家都会想要抢配息率高一点的吗好这个倒是蛮不错的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参考因为我们听众朋友蛮多退休组的如果你既不想伤脑筋又害怕风险然后你也想要利息可以拿 然后你也可能可以赚一些区间财的话你是真的可以去注意这八档美国公债的ETF我们讲说台湾挂牌现在有八档美国公债的ETF这个包括群艺25年的美债00764B元大美债一到三年的00719B剩下六档我就不念了了这个念没那么多时间了好那我们再讲说大陆债呢好这个提一下因为我刚刚提到中国我们讲的 台湾有卖的就是所谓的中国国债跟政策金融债那刚其实阮大哥已经提到就是一个性贫很好另外我要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他免税中国政府呢他为了要鼓励外资进来其实我们知道今年MACI不只MACI就是像花旗这些指数都会把中国的债市纳入所以资金会引导流进中国债市这是第一个那这些外资呢流进中国债市第一个一定买的是什么国债跟政策金融债所以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火弱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中国政府他为了积极引进外资呢他有提供一个税率优惠以前呢投资中国国债是免税的可是投资政策金融债呢所有的税率加起来大概要16%每克16%的税很高耶对但是中国政府他宣布从去年的11月7号到2021年的11月6号三年的期间内呢政策金融债免税好那这个呢其实很大的利多 所以呢那这个免税的优惠呢也会激励外资呢积极的去抢进他们的国债跟政策金融债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在台湾河北的基金当中只有一档是共同基金就是野村的中国境内新兴债军基金这是去年才成立的其他的时间没有很长那有七档的ETF那这七档的ETF呢期间不过你刚讲说他成立没有很长但他年初到现在的报酬已经2%多了这个中国债市 但是尤其是国债跟政策金融债去年是大多头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他有四次的降息对对对是降准啊降准类似但是他其实就是在调降利率不是降息啦降准他四次每一季降一次那个存准率啦对但是他降的话他降息好像他降息好像2015年之后没有降过了因为他利率也很低他现在目前利率只有3%嘛不过今年是有可能会降息哦今年有可能会降准又降息哦对好 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其实去年的债市算是一个多头哦算是很多就多头所以可以看到这样的绩效不错那另外有七档的ETF那这七档的ETF也有其分成呃零到一年三到五年已经五年以上或十年的那我们还是一样就是到其实越长对利率敏感度越高他波动性会越大这是呃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七档ETF哪一档的交易量比较大 呃这七档的ETF来讲的话我知道目前推的最积极的像是国泰的跟元大的这两档是比较知名度比较高的OK对就国泰中国政经在这档是不是对还有元大的算是比较早这档的代号是0744B0744B好所以听众朋友可以上网这个key一下哈 这档ETF它的成立以来的总报酬率是7.3亿还不错哦那最近一次的年化配息是2.19然后配息频率是每半年配一次至今配息几次呢至今配息一次因为它是去年8月3号才成立都是很晚成立的可是去年8月3号成立到现在它的这个报酬率已经是有7%多再加上配息这样就10%了是才8月到现在才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要提醒的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它在去年 它一方面去干港一方面它就是降准降准然后它把资金导就是引动到那个债市所以让它那个利率是往下的它希望那个债市的资金不要那么急俏所以债市是多头的嘿OK好所以如果今年中国大陆继续降准降息的话债市还是会多头吗对不对这应该是确定了是所以听众朋友你除了美债ETF以外你更可以去注意中国政策金融债的ETF哦然后这一期的 Money钱月卡有列出7档哦那我提醒大家因为中国国债跟政策金融债哦他们都是半年才配息所以ETF也是半年配这是要提醒大家另外呢元大中国赚比较多半年金配我也是这么觉得啦我觉得金配真的是我觉得要赚比较多比较重要啊对不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提醒大家但是我最后一件事情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就是我们会建议哦如果你手上有中国股票型基金呢 你可以搭配中国债券基金或ETF做什么一个风险调整的组合哦这是比较好的可是如果你手上没有中国股票类型的标的的话那么你买中国政策债或这些ETF或基金的话他就没有所谓的抗争效果纯粹就是你是投资用这是一个那如果说你像你有其他的一个股票型基金全球的啦或者是其他一般的股票型基金像国外的海外的市场 那我们建议你还是优选哦美国政府公贷基金或ETF做抗争会比较好好这个国连今天带来非常宝贵的资讯让大家参考谢谢张国连谢谢